切克夫曾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 思想 人生在世 不一定要荣华富贵 声名远扬 但一定要活得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干净是最好的底牌 也是最好的底牌 可贵的品质 好看的人 往往不是穿金带银 浑身珠光宝气 而是衣容干净 举止有度 无论在工作 还是生活上 一个干净的外在形象 是最有说服力的名片 邋遢的外表 让身边的人都静而远之 一个清爽的姿态 不仅逾越了自己 也能带来更好的人缘 干净不只是一种气质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每次回老家 都能看见邻居张阿姨家 有客人造访 附近的小朋友 也走到他们家里玩 原因 一望便知 一进到他的家门 映入眼帘的地板 摆设 无一步散发着干净的气息 看着窗明几净 鲜尘不染的屋子 和坦然有序 满院花香的院子 让人有种 说不出的安全感 与惬意 俗话常说 财不入脏门 而这样洁净的屋子 既吸引人 又吸引福气 刘雨昕说 私事漏事 唯伍得心 房子干净 与贫富无关 生活态度 与学历无关 干净的仪容 或整洁的屋子 都能映射出一个人 对生活的热情 干净的人 不仅尊重自己 也有本事 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有声有色 人有静气 风度自来 有句名言说 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想要知道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观察他的谈吐 便可吃一二 曾有网友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 他和一家公司的 老总谈生意 老总对自己 十分热情 开车接送 笑容满面 礼貌周到 几百万的单子 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眼看就要签了 那时快到中午 他们便决定 先吃饭 再继续 但是到了餐厅 那位老总 好像变了一个人 点餐时 对服务员呼来喝去 以止气势 服务员稍微慢一点 他就不耐烦地 大呼小叫 你们是聋了吗 还是少了一条腿 怎么还不上菜 高高在上的样子 和之前判若两人 结果当然是 几百万的单子 泡汤了 谷雨云 恶言不出口 苟言不流耳 一个咄咄逼人 满嘴脏话的人 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 李记里说 水深而流缓 人贵而雨迟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往往谈吐干净 他们知道言语的力量 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 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 自以为是 一口否认对方 以凸显自己的才能 然后以心知口快 来为自己辩护 常言道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自己的口饮解了 却伤害了别人 好好说话 是一种负责任 有涵养的表现 很多时候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说话前三思 懂得给人 留一份体面 谈吐干净 是一种风度 是不让他人 尴尬的体谅 是刻在骨子里的涵养 孟德斯鳩曾说 美必须干干净净 心清白白 在形象上如此 在内心中 更是如此 心灵干净的人 做事光明磊落 养不愧于天 腹不作于地 活得纯粹 活得清白 杨将先生 一生跌宕坎坷 历经战乱 疾病 被迫害 与亲人生离死别 却始终不改高洁的本性 在朋友的眼里 他生活异常简朴 他的寓所 没有过任何装修 始终安然若素 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 只有浓浓的书卷气 有一年新著出版 出版社 有一请他出身 召开作品研讨会 他坦诚 我把稿子交出去了 剩下怎么卖书 就不是我该管的了 我只是一滴清水 不是肥皂水 不能吹泡泡 哪怕世界纷纷扰扰 灯红酒绿 也要在内心留一块净土 不为世事所左右 可以独处静好 可以爱我所爱 不见闹事静艳色 乐在幽谷 着素装 虚名任凭随风趣 直土清香 化作诗 庄子曰 智人之勇心若静 不僵不赢 因而不藏 故能甚物而不伤 心灵干净的人 就像一块明镜 不为名所类 不为利所义 清清白白做人 坦坦荡荡做事 心安则深安 很喜欢 明朝那些事里的一句话 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 能够干干净净 度过自己一生的人 是值得钦佩的 干净的人 如素色的和怜 出于你而不然 见过世间黑暗 内心依然澄澈 便利风雨坎坷 也依旧保持初心与善意 那抹干净 是生命最真的底色 也是岁月中 最美的留白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